1000年以后 如果有一帮考古学家到中东去挖掘的话 你猜他们会挖到什么 挖到崭新崭新的米格25和苏25战斗机 只要稍微一处理 这些出土的文物就能够重新上天了 为什么 因为在1000多年前的2003年 美军就已经帮他们验证过了 2003年 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 塔卡杜姆空军基地旁的沙漠中 就发现了一些米格25战斗机和苏25战斗轰炸机 这些飞机的机翼被拆除 完全被沙子覆盖 尽管显然已经在沙漠当中待了一段时间 但这些飞机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只需要进行最低限度的维护 即可重新复役了 当然他们没有再次复役 而是在被联军发现之后 拖到一架C5货机的货舱当中 运回美国去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沙漠里面会埋着战斗机呢 这个就要扯到一点历史了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 伊拉克空军在联军对其发动大规模行动开始之前 将他们大部分的飞机都转移到了伊朗 这个行动属实非常诡异 因为伊朗可是伊拉克的传统宿敌 给自己的敌人送上自己的战机 这是什么鬼 搞得美国都懵了 但伊拉克打的是什么主意呢 他们知道 由于其空军主要是由老旧的苏联飞机组建而成的 在面对拥有更加先进的飞机 和更加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的美国 及其盟友时是根本没有胜算的 与其送上战场送死 还不如暂时送给敌人的敌人帮忙保管一下 可以说这个计划非常成功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伊朗在战争结束后 没有全部归还伊拉克的飞机了 这就是伊拉克面临的一个困境 当他在十年以后再次面临联军时 该怎么处理自己的飞机呢 如果要去跟美军硬扛伊拉克的空军 所能期待的只是飞机和飞行员 以英勇牺牲为终点 但是如果挨过了这场战争 挨则他的飞机在与邻国的潜在冲突中 仍然是具有价值的 米格25可能已经老旧 但他仍然能够击败 中东许多空军中装备的第三代战斗机 苏25也许不能够轰大接近的美国军队 但他绝对可以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武装进行使用 因为那儿正在进行持续的内战嘛 虽然与西方飞机相比 俄罗斯制造飞机价格便宜 但他们仍然是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来采购的 而这是伊拉克在面临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下 无法承担的开支了 因此伊拉克做了唯一他能够做的事情 把飞机埋在沙漠里面藏起来 希望在联军离开之后呢 能够找回这些米格和苏伊货飞机 并重建自己的空军 然而这一次情况就不同了 联军推翻了伊拉克政府 当伊拉克空军重建时呢 他装备了美国多余的飞机了 就不需要再回收那些老旧的俄罗斯飞机了 那些已经埋了下去的飞机该怎么办呢 既然都用不着了 就哪埋着待哪呗 就当是留给未来考古学家的礼物吧 我再来讲到这次的电话里面藏起来 今天的电话里面藏起来 我再来讲到这次的电话里面藏起来